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战初期 党卫军情报员艾莫里克·海森堡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 上面写着印度比哈尔邦 有人因伪造英镑被捕入狱 受此启发 他联系了自己的好友伯恩哈德·克鲁格少校 后者迅速领略了他的意图 并从集中营里挑选出百余名技术贤熟的犹太囚犯 开始了代号为伯恩哈德行动的假币制造计划 纳粹政府试图让伪超大量流入英国 迫使英镑丧失价值 并引发工货膨胀 对原本就步履为奸的英国经济实施进一步致命技术打击 其实 英美两国早在伯恩哈德行动开始前 就预料到德国会出这么一手 因为他们自己也考虑把制造假钞作为战争的手段来使用 起初 英国政府曾计划大量仿制德国马克 然后让皇家空军在其领空内抛撒假币 德国民众看到从天而降的钞票 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经过议会的激烈辩驳 这个方案最终还是被爆决了 因为当时的英国人觉得 德国还不值得自己这么大费周诈 身处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是如此 早在1940年就有人提议制造假德国马克 并让其流入敌人的领土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 马上毕掉了这个建议 他觉得既然美国还没被卷入二战 那为什么还偏要去淌这个浑水呢 对敌人的人词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1942年前 德国共印刷了 总价近1.35亿英镑的假币 这些假币通过意大利边陲小镇梅拉诺 留下欧洲各国 到了1945年 市面上流通的英镑竟有六分之一是假钞 英国央行这时才意识到不能再坐以待毙 于是联盟发行了新版营版 同时到处收缴假币并予以焚毁 长到甜头的纳粹政府随后开始转攻其美元伪超 得知此消息的美国政府也开始紧张起来 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英美两国还是没能下定决心 利用贾马克以牙还牙 尽管早已身处战争漩涡无法抽身 两国还是决定坚守到个底线 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 当然 就这么任人宰割 为了也太过能了 英美双方想来想去 决定仿造点德国假邮票来卸卸份 到了二战末期 盟军大举公主德国 苟延残喘的纳粹分子 开始转移和销毁手中参与假钞 来不及处理的就被装箱沉浸托普利兹府 1983年 曾亲身参与伯恩哈德行动的犹太假钞制造专家 阿道夫伯格 终于打破沉默 将自己在集中营里被迫为纳粹印刷假钞的经历攻之于众 他在回忆录《魔鬼工程》中 向世人详细揭示了这场金融战争的始末 该书一经问世 便引发全球轰动 奥地利导演斯戴芬·卢佐维兹基 随后受到启发 拍摄了以假钞事件为原型的影片 《伟地制造者》 这部真实还原历史的诚意之作 还一举荣获了第八十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篇奖 西特勒是黑科技的狂热爱好者 这个你可能知道 但是西特勒造飞碟 你可能没听说过吧 那就随左右视频一起走进那个比电影还要科幻的年代吧 关注微信公众号左右视频 回复UFO 左右视频为你揭秘